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讲一下 咱们行动联邦体制内的这些 再有传出来的信息 你像中共 我们就讲中共是幕后的黑手 他如何参与到这次中共的冲突里面去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在开战之前 中共帮助以色列周边的这些 包括哈马斯 黎巴嫩 区利亚这些 这些政府或者说这些组织 恐怖组织 更换了所有的手机 全部换成华为和小米的手机 这是不是就是说 美国的情报机构和摩萨德没有拦截住 过去都是苹果 他们可能很容易去 对对对 哇 真是 对 开战前全部换成华为和小米的手机 就信息上相当于对西方屏蔽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还有周边国家有个核心的一个国家 可能大家过去都不重视 但实际上在这次 不是 在这次中东战争当中 起到一个核心关键的作用 是党在中共的前面做党电牌的 埃及 埃及 对 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这个我相信可以查到记录 就是在开战前的两个礼拜 到现在 到现在 中共到埃及的港口 机场运输的这个物资 人员 是比过去高很多 相当密集 完了以后 这些物资人员在埃及以后 再分散了 黎巴嫩 叙利亚 这些周边国家 哇 全部是军方的这些人员和军运物资 这得赶快去查查 这可是大料 那其实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中共是怎么就玩这个黑手了 那之前我们还看到一些主流媒体报道说是那个埃及说在那个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呢 还给这个以色列提个醒 我还以为它是站在以色列就这一边 其实他们都是被中共的利益给双百了 都是一起 所以这个是中共布置了 布了这么大一个局 这个战争不会这么快结束的 不会这么快 而且只是刚刚拍死 哇 哇